哈喽大家,我是Mayce,欢迎回来 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口红的试色 主要是一些秋冬系列的口红 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小盒子里 分了两部分 这边这一部分就是超级超级 我已经是无数博主都有推荐过 也非常好看的一些经典的口红的颜色 然后这边这些就是稍微新一点 还没有那么那么多人有试色过的 一些比较适合秋冬的口红 那如果你对今天视频感兴趣的话 那就跟我一起试色吧 我现在嘴巴上就是什么都没有擦 就是裸唇的状态,润唇膏也没有擦 那我现在先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已经火了很久 也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些唇膏 第一根就是这个 凯文蒂他们家的Lolita 2 这根就是无数人推过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就非常非常适合亚洲人的一支 感觉它擦上嘴巴就是非常非常的显白 就是很有秋冬的那种感觉 给人感觉也是很有气场 但不至于就是气场大到压过别人的那种感觉吧 总体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下一支是Huda Beauty他们家的那个Icon Huda Beauty这根雾面唇膏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非常的水润 上嘴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厚重 比凯文蒂的那个存在感要小一些 然后同样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持久的那种雾面唇膏 下面这支是Georgia Armani他们家特别火的那支丝绒雾面的405 这支擦在嘴巴上同样也是非常非常的显白 我平常自己不会这样厚厚的涂一层 我都是把它薄薄的擦一层 感觉更日常一些 薄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就是Shadow Tuberi他们家的最有名的那根Work of Shame 就是非常非常正的一个红棕色 很喜欢这支颜色 上嘴也非常好看 接下来是YSL他们家的黑管407也是非常火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深豆沙色 它上嘴就是不是那种雾面的 而是一个玻璃唇的效果非常的好看 然后是这个Smashbox他们家的Ultaloud这一款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火 是一个脏脏的那种南瓜色吧 脏脏的铁橘色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地适合秋冬 我最近这两天也一直在擦这一根 试到现在感觉我的嘴唇已经麻木了 还没有试到一半 热门经典里面的最后一根 就是这个Mac他们家的Chili 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种深橘红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的干 啊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种反应有的 这种东西是这么大 我最后再也没有看到 接下来这些唇膏跟口红就算是比较新的一些 那我们一根一根来试 第一根就是这个Patch McGrath他们家非常有名的雾面唇膏 这个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都有出现过 很喜欢它 但我没有做过那种正式的试色 接下来是Dior的这一根雾面唇膏 然后也是我是看艾玛的视频种草的 然后就入了一根 也是他推荐那个颜色是火而气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也是觉得非常好看 很显摆 这一只刚上嘴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它跟凯翁D的那个Lolita 2特别特别像 我回家我就把它两个做了一个对比 发现还是不一样的 就把他们两个的手臂试色图穿插在这个视频里面 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接下来是George Armani他们家今年新出的宫管的口红 色号是201 其实它跟那个405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像 只不过它是比它更轻薄更滋润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冬天嘴唇特别干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适合嘴唇干的Maze 接下来是一只药妆店的 唇膏是来自欧莱雅的一个雾面唇釉 色号是316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色号 而且它价格很便宜 接下来是Dior这一根 色号是620 这个之前在我视频里都有推荐过 非常非常喜欢它 它的颜色就是一个那种很温柔的奶茶色 接下来是Mac他们家特别冷门的一只颜色 从来没有人推荐过 是我在Mac装柜随便试的 色号是Spice it up 它应该就是要稍微偏梅紫色的那种 很显白的一只颜色 接下来是Shallow Torbury他们家的另外一个 是算比较火吧 色号是叫做Stone Rose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日常 这一根都不会挑季节 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 是觉得如果你的眼妆或者是腮红过重的话 不妨搭配这一根 终于到了最后一根了 我的嘴唇都已经要烂丢了 这个就是之前我在Sfora那个种草清单视频 也有推荐过那根 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只是看到一根专用了 我需要你过三根专用在麻木的头上 就像一个均一样 恭喜过分析 一遍 它们会将处的颜色 有个想处的颜色 我想要不要乱狂 但会收到什么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到 我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我今天自己做我才知道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你看到任何一支口红试色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给他们点赞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也希望对爱买中高的小仙女们有一点点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还有如果你没有subscribe我channel的话 记得去点红色的订阅 或者是点旁边的铃铛 这样的话我以后上传信的视频 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哦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哦 祝大家有美好的心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